花高假聘礼娶回家的外国新娘突然离奇失踪 6月21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中国等六国联合打击管卖人口行动有关情况 会上通报了这样一期典型外籍骗婚女婚姻诈骗案 2018年9月公安机关接到受害人报警 称被一越南新娘骗走人民币十余万元 通过侦查研判 公安机关破获一个由越南籍犯罪嫌疑人 和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共同组成的婚姻诈骗犯罪团伙 处理相关案件44起涉及全国14个省市区 警方介绍该团伙首先组织越南籍骗婚女非法入境中国 以家在农村经济条件困难的未婚男青年为目标 骗婚女通过相亲结婚索取聘金为由 骗得钱财后洋装同意嫁给受害人 并表现出在受害人家中生活的假象 同时暗中联系团伙成员发送定位信息 在得到禁忆后逃跑 新娘会采取趁受害人深夜熟睡之机 结果上卫生间与受害人逛街 将受害人偏禁四驿间等方式逃离受害人的视线 与监影人会合逃跑之后 有正规路径所需的新娘会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境 没有正规所需路径的新娘会选择汽车等工具 前往边境边境地区偷渡出境 也有的新娘会选择继续留在国内再次实施婚姻诈骗 警方提示任何涉外婚姻介绍机构均为非法机构 任何个人不得采取欺骗手段或以盈利为目的 从事或变相从事涉外婚姻介绍活动 按照我国规定任何涉外婚姻中介机构都是非法的 就不允许设立跨国婚姻介绍机构 这是需要明确的第一点 第二点收买外籍被拐妇女儿童属于犯罪 中国公安机关将会坚决打击 据悉中国公安部从2018年7月至12月 开展六国联合打击拐卖人口行动 破获拐卖案件共634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1130名 解救外籍被拐妇女1130名 儿童17名